還有一個我覺得還不錯 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Follow-up 官方帳號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Follow-up 就是你可以標記說這一封郵件可能是重點 或是我們需要一直回覆訊息 那可能有人是點了已讀 然後結果他就沒有回覆了 我就可以標 Follow-up 就是我們可能還是需要繼續的講下去 或是有什麼需要詳細確認的 就是我們這邊要一直去問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標一個 Follow-up 就是說我們要繼續去處理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還沒有結束 官方帳號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Follow-up 就是我們可以標記一個人 官方帳號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Follow-up 就是我們可以標記一個人 然後提醒自己 官方帳號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Follow-up 就是我們可以標記一個人 跟他提醒自己 官方帳號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Follow-up 就是我們可以標記一個人 然後來提醒自己說 我們這一個是我們要繼續去詢問他的意見 或是一些確認項目 就是有可能客戶就是看了結果他就沒有回 那我們就需要 Follow-up 就是告訴自己說我們還需要再跟他確認說 後續的事情 就我們不想要就是遺落 然後他就這樣叮叮叮叮 然後就跑到 跑到 好